超全的火,這寫起來的距離都還蠻遠的 這火偏旁,兩個點也很遠 然後也寫得很開 那這邊也距離好遠喔 這種結構體其實就會造成 字看起來好扁好扁 因為它左右拉得很開 其實是沒有必要 但歷書就是會這樣 它的美感建立在扁 草枝頭,草枝頭可以寫草也可以寫成兩個壁畫 然後一個長橫 這邊感覺刻得很黏啊 這有時候是濕頭的問題 石頭這裡比較軟 殘得比較厲害,就會看起來比較黏 比較重 這個字就舒朗多了 剛才那個字看起來比較黏 靠得近,寫得重 像這種就寫得輕鬆 寫得細緻 拉得比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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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人 在淘汰 X yellow 看起來鎖 自然側方 忽栽 有回到 把這個戴 exc的 歪歪歪歪 往旁邊 編蓬 小小的燦紋 比较大的燕紋 這裡稍微有一點 下面可以不要 上面寫的都是規矩 但是還是有點弧度 線條不要寫直的 有一點點 弧度 有時候線條直看起來就是呆 當然初學的人都覺得說我線條寫的不直 其實到最後你會發現你線條寫到這個控制得很好的時候 就會寫的很直 其實反而也不好 絕絕的密枝旁 寫的超扁超扁 好像那個包子 扁扁的包子 這隻腳就讓它拉長 往旁邊 三個 觸到C 絕 有點殘掉了 那我們就稍微拆一下它怎麼寫 絕這是它可以表現的地方 絕 看起來比較方硬 線條拉得比較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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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間隙不用太大 反正立書偏扁嘛 重案 抬起來 好像有點摸不夠 重到C 線條出 本 本 好久沒有練習乾乾的筆畫了 再練習一下 開始筆開始乾 大十就是本 C 烹熟的感覺 沒有磨的 要磨的 根 碎 這裡面有點殘 不過這個偏旁他寫過很多次 就一樣畫葫蘆 間距要差不多 那這裡 這次他沒有想要表現 所以他不做厭尾 是因為他下面還有一個大厭尾 這樣只能先忍住 那這裡有個大厭尾 所以上面那裡不能再厭尾 不然就厭兩次 防 這個防一個這樣起來鬆掉了 他眼本身就是喜歡寫成這個樣子 就覺得距離有點遠 感覺就是鬆鬆垮垮 比較沒有張力 這一次他的旁邊的方 也距離有點遠 寫的 就是看起來 兩邊有點距離 所以這個字嚴格講起來是鬆鬆的 中弓是鬆掉的 中弓是鬆掉的 這樣子其實 看起來結構體頭太鬆了 不夠緊 像這個瀑布呢 上面寫得很高 那會細 那中間的縫隙又很大 所以 在這一段裡面 似乎很多姿都 那你就覺得 嗯 空間的分配並不是很緊湊 反而覺得有點鬆散的感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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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